有癌性康伏长者走过鬼门关之后 积极为同路人服务 成为了他如下人生的目标 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 癌症的痛苦、治疗的辛苦 所以他们一说起来 就非常有共鸣 对于往后的日子 要想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愿望 希望在我的身上 可以能够帮助多些人 无奇不有 星期五与新时代电视以台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